旭秋指揮所 其實旭秋指揮所剛好在整個大基隆歷史場景計畫的一個中心點也是最高點 除了銜接前面的這個大沙灣地區的整體的歷史園區 那在三角下就是很重要的這個要塞適應部 第一道 波濤第一道 開港順利結合工業 波濤第二道 大沙灣地區風華戰線第二道 第三道 大基隆歷史場景都市再造成功 其實在最早的時候這個地方是這個祖港的主事者 也就是松本虎太郎他的一個紀念館 那後來國民政府來了之後呢 他進行了相關的一個整改建 所以變成了一個營區 不只可以守衛基隆港 然後也可以拱衛在三角下的這個要塞適應部 比如說像陳怡被軟禁的時候也是關押在這個地方 張學良也曾經短暫的在這個地方停留 那當然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的場景 它也會是一個重要的觀光的一個據點 或者是商業消費的一個據點 但是對市政府來講 我們是以文化跟歷史為主軸 來帶動整個周邊城市的一個發展 如果一個城市沒有歷史跟文化 就等於是沒有靈魂一樣 那我們現在金融市正逐步的再把靈魂造回來 台灣最美在金融 精釋的 bean戰 中共社裡的美金 開這 Sachsen 在大陸看到了我們 在家會在工作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有20次都是拍到了 到台灣的 clips 既然有這個祖父的記念館 聽過於以前我會聽過的 松本寅田 其實今天來到的家庭是全孫 跟你們家庭的孫來 中間寅田的孫子 又是小白子女兒帶著 孫子小姐姐都不知道他們什麼了 我似乎說是小姐姐的事 幸好 台灣的關鍵人們給了很多 我只是想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只是想去避免 如果是我親父的避免 所以,我都在台湾的父親 都不想去看 所以,我都在看 我都在看 我都在看 我看了他 在这些建物的图案 是一部分的照片 我看了他 好像在这些地方 那就是我祖父和祖母 以前我們村上 上面叫做炮來電 就是上面都是基地 阿兵哥這個不是雙哨 就是都是非常的一個 嚴峻進去 而且嚴峻從那邊打門前過的 你走從那邊門口過去的話 要走得快一點 不然他阿兵哥就催你哨子 叫你快走 他的前世今生有好幾個階段 在清朝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戰略位置 所以1895年日軍攻台 清軍在這個上面有樹防 所以他以前就是一個戰略的要塞 砲台是對海的 海防的砲叫砲台 在日據時期是這樣子的稱呼 堡壘是陸防 需求指揮所呢 原本是因為建築基隆港 有工的松本湖泰建立的紀念館 當時扮著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只要國外的貴賓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代表性 阿兵哥撤退以後 附近人煙稀少 所以那個地方就放廢 我就發現說裡面這個地方 為什麼那麼漂亮 然後雜草重生 這次是我們選擇那個需求指揮所 因為那些市民的貴賓 那些貴賓 那些貴賓 所以我們在那些貴賓 我們的設計工序 跟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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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序 跟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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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需求指揮所 不能只看需求指揮所 一個單洞的 他要跟三下的 要塞司令部一起來看 要塞司令部 是下面最重要的指揮中心 那需求指揮所 大概就是他的妙望台 需求指揮所 是我們大基隆歷史場景 修的六個文資點裡面 最後一個修復完成的 在過去有100年的時間 其實他都是一個軍事管制區 不要說基隆人 我想台灣來過這裡的人 非常的少數 過去他一直都有很神秘的色彩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計畫 讓更多人看到他的過去 跟了解他的過去 然後進一步發現他的未來 有空間很像 因為他要去廣告 但他要去廣告 然後到他去廣告 是會見的 我的運動 我目前為止 他有很 allt 光附厚喔 這個 這個 你看那個是柱衛嘛 是不是 那柱衛 所以這個可能是光附厚的喔 這個是光附厚的 那是日本時代的 日本時代在往柱衛 其實在和事的部分 過去他們也非常的考究 只是說很可惜 在戰爭的過程當中 它被炸毀了 那現在文化局呢 正積極地在做 一構的一個挖掘 希望能從一構的挖掘 跟歷史的一些紀錄 能再去做復原動作 這個畫證書的下面 的磚也是一樣 頭管範圍 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有外面的排水溫的界線 這條的幻葉 是剛才 從小就這樣挖以後 出現這些 因為最重要的地方 它在副原動作 日子 也有到了 微笑 是 能將 故人 承認 英文 也不 但是 像 原動作 奇迷 可以 發出 日本時代的松本虎猜紀念館原來有兩棟房子 我現在坐的這個位置是日本式的房子,木結構 我把它叫做河館 那我在調查過程裡面有一個驚喜的發現 因為這個河館後來被國軍戰後拆掉 那國軍就見了他自己的銀色 我們就蓋一個這個樣子形式都跟原來差不多的形式 因為我們有比對舊的照片 這個樣子像,量體就出現了 剛好發覺出來的那些日本時代有價值的遺構 就是基礎的遺構保護在這個下面 同時加上解說牌,你們打上燈光 解說系統,大家就知道以前像怎麼樣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把這個陽管跟核管的量體同時出現 那麼這樣就形成日本時代松本虎猜 當初在這個蓄缸上面,蓄球啊 所蓋的這兩棟 非常有價值的一個歷史的遺跡會出現 那同時當然這個核管我們把它做了一個保護的一個設施 那這個空間啊,加了活化再利用啊,也有它的營運的價值 剛開始在做考古發掘,這個遺構發掘的時候啊 徐老師有要求說要以考古的價值的那個等級來做我們這裡這個核管遺構的發掘 那這一點其實營造廠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進度是他們一直工程進度一直在往前 那這個那麼慢,會拖到他們的進度 那為什麼不直接歪一歪 那趕快知道結果就好了 那這個都是很多在價值上需要去做溝通跟捍衛的 我覺得是捍衛啦 就是需要去確保的事情 就是得要不停的來跟營造廠這邊做很多的要求 那我們的態度要很堅定 那能夠告訴他說為什麼我們要留 不停的去做說明 他才不會隨便亂說 我覺得這點很難 來 那在做文化工作上的推動啊 其實無論是陳儀或是張水良等級關押在一起 他就是他過去的歷程 旭崗跟旭丘山上這個地方呢 其實在100年前就是台灣八級之首 你想想看這麼景觀非常好的 這麼一個這麼棒的地方 竟然多數的台灣人都沒有來過 其實他是非常可疑的一件事 那當時沒有手機打卡 其實很多民眾就一定用票選的方式 來把聖秋選為台灣八級第一級 那我們現在希望呢 這一個地方在我們修復完成以後 他串接大紀元歷史長期所有的 成為一個大的一個歷史 我們的歷史從清大戰爭到現在這一段時間 他過去做了些什麼 未來我們可以利用過去留下的基礎 來做未來的展示跟教育的推廣的一個功能 更重要他還有一些觀光要塞的一個防禦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這個都是過去所沒有被發現的 可以看到基隆港非常漂亮 所以以前叫做西秋觀木 觀木是八井之一 觀木是木色的木 就是這個觀日落 能夠讓他起死為生 能夠把他以往的他的光耀 再把他重新拿出來 讓人們發現到他以前 他的以前是那麼顯赫 那麼現在再把他拿出來 讓大家去懷念以往 把他又增進地方的一個歡樂 就是大家也是永共同 Lup冰真的 robots 放棄 多餐 craft 是 不是 避免 我在大蠻 那個樓板貼圖 還沒現的就對了 對 這裡還沒叫過 所以樓板貼圖 剩下的 蛤? 你這支什麼說 這支 這支你要電源透過 上湖 就一路 大鐘 大鐘 沙律 大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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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